20大之后 中国内地的网民 热议一个词 叫什么大食堂 还有一个词 叫什么供销社 而且最近还有媒体 深入做了一个报道 说是在某个什么大食堂里头 买一份饭 这一份饭是三荤两素 另外水果还免费 面前是六个碗 没有七个碟子八个碗 那么复杂 已经很丰盛了 三荤两素多少钱呢 19块人民币 这19块人民币 现在要折成美元 都不到三美元 哪是这种便宜的事 网民就特别羡慕这么便宜 看到这个价钱就心动 我也想有朝一日 到这个大食堂里边去搓一顿 猛搓一顿也花不了多少钱 对不对 那看来呢 现在网民这个讨论的热点 就集中在那个价格上 就是没想到啊 这个大食堂 随着那个年代产生的时候啊 为什么那么价钱低 因为挣钱都不多啊 哪有那么多这个挣钱的机会啊 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之下啊 个人发财的机会呢 是微乎其微 所以看这个物价啊 再看它这个收入的水平啊 虽然是低消费 但是低消费啊 有低消费的这个内容 那现在肯定不一样了 因为什么基础不一样 现在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后的啊 这个中国的现状 那现在呢 回过头了再品味一番啊 过去时光的啊 那时候的情景啊 就特别留恋 特别怀念那个时候的价格 如果把那个时候的价格 搬到现在来 这个享用来消费啊 这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现在啊 老百姓兜里这个钱呢 含金量提高了 您说这不是好事吗 那对比一下情况 美国是正好相反的 你看美国啊 现在这个美国老百姓啊 虽然这个 虽然手上有那么多钱 但是他买不了那么多东西啊 对吧 现在物价高涨啊 油价又涨上去了 虽然这个油价忽高忽低的啊 但是呢 现在生活成本确实是提高了 那也就是说呢 你虽然有那么多钱 但是呢 你这个货币的含金量啊 那是大大的降低 虽然说现在的美元啊 要是说这个兑换别的国家的货币啊 这个币值还升了 但是经济学家都知道啊 这是虚胖囊肿的一种表现 这是啊 这种啊 这个经济畸形的一种变态 另外说到供销社和大师堂这个事 现在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朋友啊 对对这些事啊 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啊 你要回到那个年代去去回忆一下啊 哎呀 故事很多啊 比如说那个时候啊 这个刚踏入社会的这个学徒工啊 一个月工资它16块钱 就三级工的话 38块6啊 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啊 稍微好一点了 80年代初了 大学生刚毕业 刚走向社会呢 那个月工资是56块钱 哎呦 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 已经瞧那个嘚瑟样啊 简直就一个土 土材住那么一个德行 而且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 在上大学的时候啊 学校里头都有食堂 那个是内部食堂 不对外开放的 都是给学生啊 教职员工啊 去里面吃的 那个价钱也是相当便宜 就凭我的回忆吧 那个时候啊 要是说一份菜 要是两毛五的 那是很好很好的了 稍差一点了 两毛钱一份 再差一点 一毛五 最便宜的可能是一毛钱吧 一份菜 那就没什么了 那等到我们快毕业的那一年啊 这个学校食堂里头啊 就增加了夜宵 夜宵也是 你最高消费多少啊 如果你要不买一瓶啤酒喝的话 两毛五一份啊 那已经是觉得很奢侈 所以那个年代啊 有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学生啊 一个月的伙食费 要是二十块钱的话 那已经是了不起了 吃得很好很好了 那另外在我们学校旁边啊 就出了校园附近呢 就有一个小餐馆 那个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 应该是半国营半私营的吧 承包性质的啊 那个价钱呢 就比学校食堂呢 要贵了 大概是一两倍的 那么一个价钱 那个时候都要是有个三块五块钱啊 能约好几个朋友啊 三五好友的 好好搓一顿 那个年代哈 北京城里头啊 这个北京扎门馆附近啊 有一个叫莫斯科餐厅啊 当地人呢 像北京人就是老门餐厅啊 那个老门餐厅呢 属于高消费的 如果说你约个三五好友进去一块吃 每个人的消费啊 大概得三块五块的 那就属于奢侈的消费了 如果说再奢侈的消费啊 还有一个 就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 我手上有一个1986年的啊 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那个菜单啊 你看那个时候啊 这个价钱是什么样 你看啊 这个烤鸭一只是八到十块钱左右 因为要看这个鸭子的个儿的大小啊 它按大小按重量的 要是半只烤鸭呢 是四块到五块钱 油爆鸡丁一份是一块九 炒虾片一份是四块四 哎呦 这个属于高档了 因为北京它不沿海 所以它海产品啊 这个海鲜啊 价钱比较高一点 还有软炸大虾 这也是海鲜了 一份四块八 红烧海参一份五块二好家伙啊 天价了 木须肉呢 你看这个不涉及海鲜的就便宜了 九毛五一份 哎 那山东肉片呢 一份是一块零五 糖醋鱼片啊 一份一块五 你瞧这个价钱 你要拿现在的钱啊 去按当年的那个价钱去消费 财助 那说这些管什么用呢 管用啊 这个给咱们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这个便宜不便宜贵不贵啊 这要看什么呢 看时代啊 还有呢 看当时的这个收入水平 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 一文钱憋死硬汉 一文钱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小铜板啊 这个中国人习惯称 叫什么 天元地方叫孔方兄 孔方兄兄啊 就是这个这个钱的啊 这个代表 所以现在要是回忆当年的价钱呢 实际上是有一种啊 对于过去物价 那么低廉的一种怀念 中国这样 美国不也是这样吗 你看这个 如果说移民在美国啊 三十多年 四十年的朋友啊 他们都能回忆起来 当年这个叫什么 上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的油价是多少 这一价能油价多少 他们说 两毛五啊 那是正常的 你看现在多少钱了 好几块钱了 五块钱啊 那都是已经啊 油价下来的了 高的时候八块钱 九块钱 好吧 当年的油价那么便宜啊 所以朋友们就说 哎呦 当时的美国人就喜欢开那个大车 耗油的车 那时候也有日本车 日本车的比较小巧 比较轻便 比较省油 但是那个油价便宜的时候 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因素 等油价上去了 这个日本车也接受了 因为要省油嘛 那有朋友担心啊 如果你供销社啊 叫什么这个大食堂啊 你出现的话 你这两条线啊 一个是你的内部的叫什么 这个低价供应的啊 这个价钱低 另外的话呢 市场供应的价钱高 这个两条线会不会互相影响啊 这个如果你都有这个低价产品去买了 谁还买那个高价的呀 会不会受影响啊 其实这个并不用担心 中国也不用担心啊 因为那么多年已经走过来了 美国现在也有这种情况 你看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有那个卖新房子的小区啊 他那个经理办公室啊 他能够提供免费咖啡 你就不管是什么人你要进去了 他都当客人对待啊 来杯咖啡 或者你自己弄 还有呢 这个车行也是啊 你看我每次这个到车行去保养车的时候 我就坐那等啊 闲着没事我就来杯咖啡喝 那是免费的 全免费的 但是在车行这个附近呢 就要叫什么Starbucks Starbucks卖咖啡那是相对比较贵的 旁边还有叫什么麦当劳啊 什么7-11啊 还有加油站附近那个小商店啊 那里边也有咖啡卖 那个都是多少 一两块钱一杯的咖啡吧 Starbucks的咖啡稍微贵一点 你看人家也照样卖啊 但是呢 我可以喝到免费的咖啡 那一次我到车行修车啊 这个喝咖啡喝足了 完了临走呢 我又加了一杯 全天的咖啡就值得他了 但是这些呢 都不影响啊 旁边的那些咖啡店 正常经营咖啡 人家照样有顾客啊 照样可以卖那个价钱 美国的现在情况呢 是物价高涨 这个中期选举了 这个民主党的拜登团队啊 也选的相当的差 为什么呢 这个选民啊都知道啊 就是民主党这个拜登团队啊 在经济这个问题上 没有处理好 所以老百姓的一个普遍的感觉 就是兜了的钱 真是不值钱了 最不值钱的是什么啊 最不值钱的就是钱 拜登团队呢 现在拿这个油价来说话啊 这个释放出什么战略储备油 让这个油价呢 暂时的低一下 但是投票过去之后 他就不管了 油价要上去了 这个油价有这么个问题啊 油价上去之后 能够带动其他商品商品的这个价格普遍上涨 但是油价降下来之后啊 那已经涨上去的价格它不下来了 您这个特别缺德 别的商品的那个物价不下来 这就是普遍影响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 日常生活成本就提高了嘛 这个呢 老百姓都能感觉到啊 大概只是政客们感觉不到而已 拜登是民主党的啊 他应该呢 这个学学这个 他的前任 前几任 叫克林顿啊 当总统的时候 克林顿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但是他的对手是老布什啊 这个为什么克林顿能赢呢 他说了一句名言 叫做笨蛋 关键是经济啊 所以这个当年的老布什啊 也是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啊 克林顿的时代 确实把美国的经济 搞得非常的这个热络 所以你看啊 有那么好的学习的榜样 拜登呢 就是学不到 在选举之前呢 在中期选举之前呢 接二连三的说 民主体制啊 这个那个的 这个美国的价值 其实这都不是美国老百姓啊 最关心的事 如果说啊 这个拜登啊 他的行政团队 能够把中国叫什么 供销社的那个概念啊 大食堂的那个概念啊 引进到美国来 也搞这个双条线 这个很大程度上 能够缓解一下 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嘛 这是何乐而不为吗 对不对 如果那样的话呢 那美国人民可就是有福了 是的 所以我们 WAY 都会去双条线 我儿子农带 就会去双条线 跟 cái那个 马脱 Gud 下去 转赝